哈喽 大家好 看看我现在在干嘛 我在做一道 我觉得是特别有年味的菜 九糟鱼 九糟鱼虽然叫九糟 用到的其实是酒酿 酒酿最好能自己做 不会做也一定要买活性的酒酿 就是里面的菌种还活着 能继续发酵的 因为酒酿做好后是猴甜猴甜的 做九糟鱼有点甜固头了 让它多发酵个一两天 吃起来甜味下降 酒味特别浓的时候才合适 然后要提前一天买一条大青鱼 这条有十斤重了 处理一下 处理好的大鱼开始切 来刷刷几小切大块 再切小 开始腌制了 先放盐 一般腌制我半干的咸鱼 我会放大概1.5%的盐 然后姜片 花椒 来点高度白酒 稍微腌制一会儿 到这个盐里融化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拿出去晾晒 只有龙冬腊月里这样低温又有阳光的天气 才特别适合晒鱼干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黏味吧 把鱼块在波及上均匀铺开 鱼晒一天差不多就够了 摸一摸表面都干干的 然后鱼肉感觉比较紧实 就晒好了 最好的鱼干简单清洗一下 冲掉表面浮灰就好了 表面粘着的花椒粒也尽量都去掉 现在可以开火了 锅里先倒油 油多点 我们先要把鱼块炸一炸 锅铲轻轻推 防止粘连 炸到这样表面都金黄金黄的 就捞出来立一个 我们现在量太多了 要分批炸好了 这是第一锅 最后一锅了 这些鱼我分了五匹炸 全部炸到这样金黄焦脆 炸好的鱼块尝一尝 鱼肉很紧致 很香脆 现在咸蛋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不会太咸 锅里的油倒一部分出来 锅里留底油 油里有杂质的话要打捞一下 葱姜蒜先下锅 花椒下锅 花椒出香味就好了 跟葱一起捞出来 这个就不要了 接着干豆豉下锅 香叶 八角 辣椒面 干辣椒 全部炒出香味 鱼块回锅 放不下 分两批吧 酒酿可以下锅了 我这碗酒酿吃的酒味已经特别浓了 正是最适合做酒糟鱼的时候 加生抽 加一点点香醋 稍微煮个几分钟 现在鱼块差不多了 这么大一盆 酒糟鱼就做好了 现在闻着已经超级香了 但是现在吃它其实还没有入味 最好是冰箱冷藏一眼 然后让它彻底浸透入味了之后再吃 然后这个过年期间就可以当一道菜 浸透了酱汁的鱼肉 外皮焦香 带着微微的辣 还有酒酿的香甜和糟香 味道特别有层次感 另外这么大一盆 一时吃不完对不对 建议大家按照你每一份的量把它分装好 然后放到冰箱去冷冻 这样就可以慢慢吃 做起来也挺简单的对吧 大家有空的话在家试试看吧